当时你们若能行 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 也都请愿 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 弟兄姐妹你们爱我吗 你们想我想要什么东西 我想要你们的左脚 你们愿意跺下来给我让我接上吗 你们有爱我到这个地步吗 所以你们就知道 保罗会这样子写 表示什么 他哪里有需要 他的眼睛有需要 所以为什么姐经家会认为 这一根刺直就是他的眼睛 但是也有人认为 虽然好像眼睛使他痛苦 但是他面部的表情 也显得有问题 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那里 保罗就自己说了 他说我是气貌不扬 我是气貌不扬的人 所以有人揣测 他是有脸部的问题 他是有脸部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他有脸部的问题也是他们大家在猜的 但是脸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你们知道好像融传到 你们看我的美丽之间 我有深深的什么 深深的那个 你不叫什么 皱褶 因为头痛的时候就说 痛痛痛痛痛痛 整个人都揪起来了 好 所以保罗的刺可能就是 他因为有急性的头痛 使他的整个 像我有时候头痛到一个地步 我的脸整个都是腫的 整个是腫的 所以可能是这个问题 但也有人说他可能是有癫痫的问题 那甚至于呢 他曾经得过癫痫可能有癫痫的问题 还有有人揣测 他可能有失恋的问题 那当然也有人揣测他是中气部族 讲道施力 所以这也可能是他一根的刺 但是不论如何呢 我们要知道 虽然保罗他身上的这一根刺 让很多人有很多的想法 但是我们仔细来想想 到底保罗的这根刺 是否就是指着他身体的疾病而言呢 保罗身上的这一根刺 难道真的就是身体上的问题吗 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留意 因为在经文当中呢 保罗说的是什么 我们再来看一下经文 保罗说什么 他在哪里有问题 有一根刺 它在肉体上有一根刺 对不对 所以很显然的 它是在肉体 而并非在身体上有一根刺 那这两个部分呢 在神学的解释上 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身体 什么是肉体 身体是有皮 有骨的血肉之躯 那肉体呢 那肉体呢 是指着内在的人性 是喜欢犯罪的老我 所以呢 可能呢 就是指着 在罗马书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 特别是罗马书的第八章 这里讲到呢 随从肉体的人呢 体贴肉体的事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 体贴肉体的就是事 所以保罗在肉体上受一根刺的痛苦 显然是他的那个老我 让他痛苦 而非身体的疾病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的断定呢 我们要从经文的上下文来看 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前面 也就是十一章的最后一端 记载了保罗痛苦的记录 保罗非常仔细的讲述 为了传福音 他受尽各样的痛苦 但整个内容没有一下 提到有关他身体疾病的事 证明保罗确实不以性命为念 即使他有身体的病痛 他也不以为 他也不认为那是一种的病痛 所以身体的病痛效果就不行了 我如果头痛 我觉得整个人就不行 但是有的人 他对身体的疾病 他的忍耐度是很高的 总之使徒保罗并没有进一步 告诉我们 告诉姐经家 这根刺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仅仅这样子提到 他在第七节说到 这个是撒旦的猜疑 撒旦的猜疑攻击他 免得他过于至高 但跟这句话我们可以揣摩到 这根刺肯定是令他难以忍受的 因为刺无论是在身体的哪一个部分 哪一个地方都是痛苦的 正如中国古语有一句话这样说到 盲刺在被弃之为坏 对保罗说 对保罗而言 这根让他内心痛苦不堪的这个刺呢 从这根刺他看了一件事情 他看了什么事情呢 他认为这根刺其实说白了 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他 表明保罗深深感受到他肉体的那根刺 是来自于撒旦对他的攻击 而后面这句话说 免得我至高 师父暗指上帝也用这根刺 使他不敢骄傲 因为这根刺有如疾病有如病痛一样 纠缠着他 他曾经三次 祈求上帝把这根刺拿掉 但并没有得到上帝的同意 师父表明这个和他纠缠的刺 是经过上帝允许的 沐浴是为着他的属灵益处 有一个三岁很天真又活泼的小孩子 他从小就喜欢听留声机的唱片的音乐 特别是有关钢琴方面的这样子的曲子 所以他常常求爸爸放给他听 有一天他爸爸答应了他的要求 打开留声机 把钢针插在机头上放唱片的时候 这个孩子以前可能没有注意到 突然这时候他注意到了 他说 爸 为什么这个针要放在这个唱片上面 难道他不会把唱片给刮坏吗 然后爸爸就笑了笑 跟儿子说不会 这个针不会伤害唱片 那儿子他就不能够理解 他继续说 那爸爸如果不要用针可以吗 那爸爸就回答儿子说不行 如果不插上钢针 这个唱片不仅不能够发出声音 更不会发出优美和谐动听的音乐 爸爸很肯定的回答他 从这对父子他们的对话当中 正好解释了保罗肉体当中的这根刺 对他而言 虽然不断的去磨他 去戳他 去纠缠他 但是却是有意的 因为第九节上帝亲自给了答案 上帝说什么呢 上帝说我的恩典 是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软弱人的身上 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弟兄姐妹 耶稣的能力复辟我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耶稣的能力复辟我 我曾经跟你们提过 我妹妹生日的时候呢 我妈妈买了一对相当昂贵的珍珠耳环给他 小小的两颗珠子 你如果不去注意他头发又长 真的不会看到 小小的两颗珠子 架子却上万人 为什么那么贵 为什么那么贵 因为珍珠的形成不容易 珍珠是怎么形成的呢 珍珠呢 是从棒 棒里形成的 当一颗坚硬的沙粒 溜进了这个棒壳之后呢 棒 不会将它排出 但为了要减轻 减低这个沙粒 摩擦它肌肉的痛苦呢 棒就会分泌一些晶莹的液体 来包围住那个入侵的沙粒 为的是抑制沙粒带给它的刺激 这样它就不会再受摩擦的痛苦 渐渐的粗糙的沙粒 被它的分泌出来的这个液体 不断的这样子分泌啊 然后这样子的那个纠结的 那个沙子被液体纠结在一起 久而久之粗糙的沙粒 变成了美丽的珍珠 神的恩典 神的能力复辟我们 我们生命当中虽然都会有丧子 但是在葡萄树里面的那个生命 它会分泌出一个能力 分泌出一个有益的抵挡的 减少那个摩擦 减少那个刺激 减少这个痛苦的议题 然后久而久之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也会有珍珠出现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最好最灰煌的一面 让人看见 一般人通常不愿意将自己的软弱公诸于世 我记得我刚来南港堂的时候 全新还记得吗 全新好像那一次 应该是全新做代表跟我接触 后来之后就问我说 传到你有没有一些身体上的什么样的疾病 你记不记得你有问过这个 然后我就跟全新说 好像 我就心里想那我要怎么说我的疾病呢 然后我就会说那我就是头痛 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 头痛是一个很可怕的疾病 因为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 我头痛可以头痛到四到五天 对不对 都在一个痛的状态里面 所以沙沙的南港堂 以为头痛是一件小事 就骗了我 不知道一天一拜 有四到五天都在头痛的状态 啥事都不能做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们软弱的那个部分 但上帝所关注的 却不是人的那个光鲜亮亮 另一一天 是状态